嗨,大家好,我是存款殺手Welton 今天我又要來介紹一款新的星際大戰玩具囉 然後這一款是日本萬代初的R2 D2超合金模型 好,那這個R2幾乎全身都是金屬製 然後它就是一個以前超合金的感覺 你看,我搬動腳的這種喀喀喀的聲音是不是很懷舊 然後這個質感非常好,那重量重達有一公斤 然後呢,其實它這個頭是可以裝電池 然後會發出燈光的 但是我還是不知道怎麼樣把這個頭拆開來 那我現在來告訴大家這一款模型到底有多精細呢 你看一下這個金屬的管子就可以得到一個證明 你看外面透明塑膠管裡面在包一層真實的銅線 就是很少玩具會做到這麼了不起的細節 那日本人真的是有它一套 它就跟電影一樣啊 它就是R2 D2在緊要關頭的時候就會 分出它的工具 然後去幫忙這些 它的主人們去度過這些難關 以上介紹這一款 日本萬代的R2 D2 那我覺得非常具有收藏的價值 因為它非常重 質感也非常好 然後 任何細節都做得很棒 如果你是R2 D2名 你一定要收這一款終極版的模型 那如果你還想要看更多星際大戰商品 就期待我其他影片吧 由於是更多星期大陸 你應該想要看更多星期大陸 我都要看更多星期大陸 我先想要看更多星期大陸 那我來講 我先想要看更多星期大陸 我先想要看更多星期大陸